那天临近下班的时候 我肚子突然闹腾了起来 但想着马上就下班了 要守住底线 不能做老板眼中带心拉屎的废物 所以我打算回家再上厕所 反正公司离家复远 很快到了下班时间 我赶紧收拾东西往家赶 其实那会已经有点急了 我义无反顾的往家赶 这期间很顺利的忍到了家里楼下 在等电梯的时候来了个刚放学的小学生 我跟他一起进的电梯 不知道是我倒霉还是那小学生倒霉 电梯在升到八楼的时候突然卡卡两下晃动 然后猛的往下一坠 灯一黑卡在了半中间不动了 我跟小学生一起被困在了电梯里 其实我们小区这个电梯这个早有预兆 以前就出过开门卡顿的情况 但物业压根不当一回事 起初被困我学着往上学道的救生知识 把所有楼层的按钮都按了一遍 但电梯好像断电了 压根没什么反应 人倒霉的时候 放屁都能蹦出屎来 偏偏这回我手机还没电了 就这样 我跟小学生一起 在漆黑的电梯里静静的等待救援 这期间我肚子反复脚痛 我一直咬牙坚挺 不知道过了多久 电梯突然剧烈抖动了两下 我脑子中瞬间闪过电梯下坠的画面 赶忙拉上小学生 叫他跟我一起用后背贴着电梯 膝盖微曲 身子烧半吨 这也是我从网上看的 据说这样子可以在电梯下坠的时候最大程度保护自己 我是万万没想到 这样一顿操作 之前憋了挺久的肚子 一下子就忍不住了 我拉在了裤裆里 沉默 寂静 这时候小学生说话了 他说 叔叔你别怕 没事的 我老师说电梯出是很少的 你别怕 刚刚还在我操作下 紧张的靠着电梯的小学生开始反过来安慰我 他以为我被吓到拉裤子了 那一瞬间 我尴尬的头皮发麻 人一尴尬就更控制不住自己 我也不知道那天怎么回事 生产队的驴都没我那么能拉 我肚子啪哒啪哒的响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尴尬的味道 刚刚安慰我的小学生沉默了 他停顿了几秒说 叔叔你别拉了 我害怕 我有点自暴自弃了 小学生听到声音 哇的一下哭了出来 叔叔我们是不是会死 老师是不是骗我的 叔叔你别拉了 我害怕 叔叔 我好像要死了 好自闭 我呼吸困难了 就在我准备安慰小学生时 电梯又突然卡卡抖动 然后一道光照射了进来 救援人员到了 那一刻 小学生相信了光 等我出电梯后 发现外面围观了好多人 大家表情都有点奇怪 或多或少都捂着鼻子 只有小学生的奶奶在哭诉 她对着物业狂嚎 怪物业不维修设备 反应多次都不处理 害得她孙子被吓到拉裤子 奶奶 不是我 我一点都不怕 是这位叔叔 小学生擦擦眼泪 指了指我 所有人目光顿时聚到我身上 像闪光灯一样卡卡的晃得我 睁不开眼 那一瞬间 我好想跳回到电梯里 把门关上自生自灭 第二天早上 我调整好心态 去公司上班 路上买了份 我们内的都市早报 发现头条标题 是沙雕小区电梯 年久失修 某男子被困电梯吓出室来 配图是我刚从电梯 爬出来局促的拉着裤子尴尬的模样 旁边还有小学生的旁白 叔叔你别拉了 我害怕 我这时候才知道昨天真有闪光灯 在我们被困的时候 有人联系了记者过来 报道我们小区电梯的事情 从那天起 我成了整个小区最胆小的男人 这件事过后我出名了 小区迫于舆论压力 很快就安装了新电梯 我成了大家眼中的维权斗士 细今为止 已经有四五个跟物业有纠纷的小区 来找我给他们维权 重金求我去拉屎 我现在根本不敢回去 一回去看到小学生脑子里就一句话 叔叔你别拉了 你别笑 你也贴��150都je 看我来烧 你嘗�真 就贴时了